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跳得挺好 市井的 好 接着看看这只线路光明 其实上一次我都挺喜欢他的 不过有时新马可能真的下场跑 他不是试习的预期 没办法 因为他试习的时候困在马林 即上次初出 他肯追 但是立即要换配备 接着转耳套 又要队 这个谷杂 他不是不懂得追麻 但是有时一阵上不如意 或者各样东西 他就没有了 是啊 你看到他跳 还是可能是搞一些僵口 令到他走得顺一点 再加上一些模式 又树在尾巴 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改善 跑完一场反而中 好 接着看看这只六号的游戏人间 其实我远看 坦白说 我真的有时去了重化 你没什么怎么看 待会看下来这么小的马 就是在前面和第三位那些马 你和他比较 中间是小一点的 其实这些马都粗了几多 不过可能集日试得多 可能一些进度 但是他没有停的 一直有正常做 但是还是小一只马 有时有点急 都要再看看 这一货就是九号招 昨天早上自己都看到他跳 观感都和刚才浩然说相弱 那只马可以放松一点 还有体型都真的小一点 1015的体重 有个虫子 就是曾经翻过虫化 我们刚才都说了 这对都是 最眼光的十八 后面那只有缘人 真的突然之间 又可以跑得很好 即是宿千二这样追 反而没有问题 其实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神粗 冷冷的 这一只也是 金化成勢 上次赛前都觉得 他不是说 单跳不是很起眼 试集好像都挺好的 结果都不错 追了个第三 好 再看看试集 自来金转了马房 又转配备 你现在试集配备 和现在又不同 竞准偏偏 第三位 再后面 红运闪耀一样 超成宝宝也是一样 在后面 超成宝宝 其实上季尾 我打算在河梁里 慢慢 我觉得华羊的饭 大跑下去又不行 接着又功夫卡过 自来金了 接着转眼包 去了韦达 接着又交叉秘枯 总而言之搞很多这些东西 回来不多 至于那只竞准偏偏 一向喜欢扯下头去 我也同意 竞准偏偏的状态好 但是有时候 他喜欢扯下头 难留一点 再看看这只 自来金的拍跳 近镜402 看下去 其实马身还是有些粗身 应该可以再做得漂亮些 纳得实正些 长龙再燕 一看下去 觉得那只马跳起来 就不是很流畅 其实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 因为那只马比较大的有关 长身 即是不灵活的 你看下去 这只是桃花性 它经常都停在这个水平 感觉上 一旦没了档 就交不到 那只马本身 没什么太大的进步 这次有档 是的 要弄得动 头断 这只就没用了 有可能有 但是现在你看得到 只有口 不停地咬住 就不松 整只马 神操好像很厉害 落墙 这些马 好了 看看这些人隐之堡 莫雷拉试集 这次是后比一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能够捕得出 但是这些在神操 已经是 给我的感觉 它都挺熟的马 一再在拍跳 试集 都跟那些旧马在试 都试得不错 所以莫雷拉 已经先上去试定 那比两部 终点前 它都越追越近 第四位 红三 那只很时节 你看一下 它对前脚 刚刚又试集 人人之堡 它是一只 很粒的马 所以之前试一千 然后再试试转弯 我觉得这只 长远发展 是好东西 这一只都不差 这一样一样大度 不过 它的动作 就有点生硬 可能这只马长得比较高 然后向岳高的头 那会比较难 好了 来到第二场 四班千二米 这一组 大家刚刚看过 那个状态指数表 都看到 其实状态的分野 都挺大的 很多质身马就不足够 比如你看 跑过的 标志科学那些 明显都是一只 较长一点的马 加上苏保罗 又不是那些马 那么值得 大家去硬正的马房 另外 线路光明还是有点生 其次是自来今 我觉得身子还不太好 长龙灾现 又是长途一点的马 满贯自由 又经常顶着行 那已经 在我心目中 已经掃走了六只 再来 那行星梦又是 周身伤患的马 我觉得这些马 不是很可靠 所以我觉得这一组 剩下那四只 或者五只 左右 应该都是在那里 去找些 找些位置 带大家 合不合心 就是平时说的 这场有得想 总而言之 包装大掌 它是一只非常有潜质的马 你想想一只马 可以这样上千四 动配备 由头顶到尾尾 流鼻血都会赢 你想想那些马 多厉害 但是可能真的时间不够 或者什么都好 现在转了马房 但是承接到来 粗力的只有一样不同 就是以前在希思都会游水 现在在河梁那里没有游水 那只马 变相出来跳 但是最重要其他基本的东西 它做得足够 那你变相出来 有时候有些马没有游水的 那它就会很行 那样厉害 但是那只马 你看到明显脏了很多 在这一组里面 我暂时看不到 有一只马 潜力会高 过包装大掌 不拼这一棵 我都不知道等什么时候 没办法 如果突然之间流鼻血 这些大家都没有数计 但是我觉得 它准备各样的事情 就是这个马房接手之后搞得很好 十一 桃花盛 七 有缘人 其他马 我不知道四号马 这只二话不说 它能不能够 但是马房也都很识心地去做功夫 因为你说它神操里面 其实有时候都是有点不讨好的 又会竖起尾 总之那些动静 行为举止的动作 不过它以前也是这样的 但是它跳过 是真的很生猛 很fit的那只马 不过这个是一组发生的事 其他的马 是一只移了行星梦 跑近了 下班照做事 希望千二真的可以 还有一只 金发乘势是遥遥的 不知道大家看它神操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看这只马 这只马 很贴地的 开步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一只不错的马 奉贴地的马 我都很喜欢 这只是其中一只 这组赛事也有初出马 看看血统底细 游戏人间的For more than ready 这组赛马来了香港很多年 今季成绩 有马赢过 不过就不算很突出 跑了三分之后 有赢过马的马是风筝 另外小太阳 聖碧嬌初出上到名 另外营立也是 其他的成员就一样 捉金好球 东方繁华金季表现一般 这组赛马整体计 来到香港之后 都算性能挺广泛 短途中距离 长途都有马跑也好 但是整体计 似乎中距离赛比较好些 泥地赛很多都跑得挺好 至于游戏人间的舞 娜高的女儿 曾经验赢那一场 1150位的短途赛 亦都是三级赛上名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短途马比较多些 个别有些赢得一里或以上 大部分都算挺早熟的 所以先看父母两线 为什麽游戏人间 看来性能会倾向短途多些 会是挺早熟的马来的 游戏人间来香港之前 在纽西兰参加过一次试集 试集那次跑第二 和他一起试集的马 有些在当地都赢了马 沈杂城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一出即胜马有两匹 他们就是知道在胜和包装长盛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初出即胜马有两匹 他们分别是浪漫勇士和风雷殿 初出上名的马也有一匹 那匹就是幸福至上 我们接下来的试集 如果您就有点子 我们再次先看到